290 信報財經新聞 年輕作家記下時代生活 2015年7月14日富刊專欄 C07圈來圈去卡夫卡網上發表的文字圖畫越來越多 越來越容易接觸 但只將的觸感、捧在手心閱讀的感覺卻是難以取代 現今就算是早已成名的作家也未必能寫包單出書 更莫說是年輕人 那麼,年輕人有何機會能看到自己作品的實物? 據卡記所知,以年輕作家為主要對象的活動 Y.M.C.O.T.S.每年都會舉辦 D.I.Y.書展,挑選十數位作者 以手作形式親手製作限定數量的書本 絕對是Limited Edition 看眾心意,而且常有驚喜 如果要成為主流書店貨賈上的一員 尚有一個相比之下商業未較重 由新地新月會及香港三聯書店聯合舉辦 已有十年經驗的年輕作家創作比賽 談及這個比賽,卡記最有記憶的是第二屆的得獎者之一 劉思傑的香港誕喜,出版破集會本在香港風險很大 這次選擇就讓讀者知道,只要虧精彩的念頭 就算天馬行空仍有可能實現 本地氣息今年比賽來到第五屆 依舊歡迎中國大陸人士參加 今年更首次歡迎台灣及鋪滿人士 指導評審陣容依舊鼎成 包括攝足文字影像的前輩 例如黃修平導演、填詞人李俊一 台灣賊華加州晉升、中國文字作家無尖等 經過近乎一年時間的努力 在二千份參賽作品中的二十五份作品中挑選出八位優勝者 趕及在二七月的香港書展中展露光芒 八份優勝作品中,三份由香港人操刀、四份由中國大陸參加者操刀 還有一份是來自台灣國中學生的作品,三份香港人的作品中 其實二份由新移民主理,老實說 他既確實認為由本地香港人出品的作品實在太少 文及三聯書店副總編輯李安 為何副本地色彩的作品看似較少 他指出,香港人有廣闊的胸襟去接納不同的題材 有趣的是,來自中國康徽的李佩山作品 哪個下午你在舊居銷信我的復刻青春 卻以香港的流行文化對其影響作為題材 包括達明一派,訪問填詞人周耀輝 雖然不是主流對香港文化的解讀 但相信與他一樣有留意過這些香港、台灣等地 流行文化的人也會尋到一點共鳴 眾多作品當中,卡記對來自中國的千作品繪本 亞界及亞文作品世界已經變了最有興趣 千本來自中央美術學院,專研傳統文族版畫 有豐富的製作插畫經驗,替別人的文字配圖 今次卻是第一次製作自己的繪本 阿怪的原形是他一位有嚴重結痺的阿姨 他的奇怪舉動是因為內心非常孤獨,好像生活在玻璃罩中 結果被人看得到卻接觸不到,就不去深究 當成是怪人就好,繪本成在的故事不分國界 對千來說也是個新嘗試,以往製作版畫多時一幅幅出現 但繪本的故事卻要以一連串的圖畫展示 世界變了亞文作品世界已經變了 則剛好搭在有關性別議題的社會浪潮上 早前有關美國法院對同性婚姻的裁決 相信定會令此書封頭一時無量 艾文者本作品實惠幾實文學 記下作者日跡月累,已公余時間採訪、整理 讚寫有關中國十五位不同年齡層男同性戀者的故事、參賽之時 此作完成度已十分高 艾文說指導評審了偉堂不時會肯定他的想法 也會協助指導他將本身可讀性較少幾六式文學 改動成較接近小說的模式 雖然趕及上大趨勢 但始終從主題上看內與香港讀者的關係比較少 艾文則認為其實此書反映社會當中的身份認同等方面 與九七回歸後港人的身份認同、個人成長等都事一脈相承 當然也要支持本港參加者的出品、湯文遜作品 人間等活以繪本展示人類對動物的剝削與傷害 本土代表看來都喜歡探討社會議題 Kafka at hkej dot com 卡夫卡號今日焦點號圈來圈去年輕作家記下時代生活 極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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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度